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出道的刚毕业的这些新进的艺术家怎么样给他自己的作品定价 这个问题很现实啊 但是回答起来可能要复杂一些 首先要看这个初出的艺术家的心态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在中国的我所熟悉的环境中 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心态 就是如果你把价格定得太便宜了 没有我自己充滞也不行 所以很多初出道的艺术家管了三千岁之间先把价定得很高 高得下十年 我又发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大艺朴大学生艺术博览会 或者是也也其实也完全也不是他的原因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毕业设计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年的这个毕业创作这个问题 我们以前这个没有这么多钱了 做一个毕业创作那个能够花个一千几百块钱已经很了不起了 现在不是 可能他就买材料的那个钱都花了十万八万块 然后因为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毕业创作 这个作品可能不错啊 我想买它 然后那个价格就开得巨高 有些我都觉得不就是一张公笔画吗 然后这个那个价格比现世的现在的有点名气的这个艺术家还要厉害 不知道多少 其实两个是有关系的 你说到大一国的时候 其实大一国跟定价是有关系的 对 而且大一国说好朋友 我是大一国的深度参与者 哈哈哈哈 那如果他出家了就是 他们也有他们也有我的好朋友 为什么说跟定价的关系呢 这里面又是一个心态 当然前姐讲的心态 嗯 初出道的艺术家心大心小 嗯 没人卖的时候 没人要里的画的时候 就把价格定的好像低一点 嗯 一旦没人要里的 啪 提的很高 嗯 其实 我说句客观的话 严格来讲 在相当一段时间 一个初出道的 或者一个不成熟的 或者一个还没有市场的艺术家 你根本就没有定价权 嗯 要不是讲客观一点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定价权 定价权在谁手上 比如说在大一国说 对 大一国是个展这个是个展场 对 为什么大一国有他的一定的成功性呢 我就在大一国的现场帮助我的朋友挑画 他们挑画的原因很简单 哎呀 好卖不好卖 我画了二十几万一张好画都买不下来啊 既然我画了二十几万我就得跳到五六张画了一张 你看这个画不错嘛 对我来讲 哎呃 他们两个都是有导风量的 哈哈哈 我说了一般的他们就看老风量 对对对 把优美形象 那币舍一般都看劳动量啊 对还有他的优美 对啊优美形象 他想拿高分当时就是要一票 大家都意料到最内心 对 这个大一国那么为什么大一国能够办下来呢 就是因为中国艺术市场的机型 所谓的机型就是价格太高 嗯 搞得吓死 嗯哈哈 任何一个艺术家 所以稍微低一点 你觉得价格高了一趟 嗯 我再高了几百万几千万上一页 高了你根本不能出手啊 实际上所有艺术家 包括最成功的艺术家 还有两个家 嗯 给你讲是一个 嗯 最后真正成交 怎么关起门的再说 这是另外一个想啊 就是咱们这个说实话 这个是一个根本就不是命运的 啊哈 但是我沿着心来说了 严格来讲 如果我们尊重市场 嗯 尊重这个艺术本身 从无名到有名的这个发展历程的事实的话 嗯 尊重社会的话 相当一段时间 画家其实没有定讲 嗯 嗯 电脑家在水手上 画廊 嗯 博朗会的策畔单水 嗯 组织人做的 是他们来做的 对 一个画家 与其关心你的作品的出手价格 嗯 或者说你一开始都关心这个价格 证明你不成熟 一个成熟的市场应该是这样 任何一个艺术家 他首先要考虑的是 跟什么画廊合作 首先要考虑的是 如何跟画廊合作得下去 中国为什么总是不能跟画家 很多画家 总是不能跟画廊很好合作下去 就是看不出画廊存起 而那些成功的 跟画廊合作的艺术家 他们都非常明白 一个简单的劳力 画廊能赚钱 所以一个艺术家 如果过度关心你出手的价格 你不成熟 你必须把市场转过来 也要寻找画廊 而中国呢 这个东西不靠谱的原因就是 在广东 我看的太过量的情况 一方面画廊跟你合作 一方面自己家里没在卖 长家自己拿到自己家里来 在展览厅上 哎 到公司去 别人一般 别人一般 画廊在旁边看着你 傻子 我给你做展览干嘛 对 我给你做展览 我全部投入 我给你做画车 全部投入 你跑了 把长家拉到你家里去 这还能办得下去吗 所以中国的画廊总是要炸锅 总是办不下去 嗯 办不下去 画廊炸锅怎么办呢 那就这个属于画廊的一级市场 嗯 就把它拍卖会去了 嗯 拍卖就把画廊干掉了 拍卖会成了一二级市场混在一起了 嗯 混在一起了 结果是在中国拍卖是个假的东西 当然有一个作用是正的 在定价 嗯 我组织一帮长家 拍这个小农品的艺术 咱们说好了 起价三百万 嗯 我先拿十个长家 先把这个画拍起来再说 其实钱都不用的 可能发交点手续费 反正我献给手续费 钱都是拍的 对 为什么 一拍了以后 反正拍卖行也是赚了 那个手续费就好了 你脱口说我这个画三百五十万 我前面那个拍卖行 就是拍卖三百万 你可以看唐纳记录 在中国拍卖行成了一个 成了一个记录 成了一个定价的一个机构 它不仅混淆了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界限 它还成了一个定价机构 它是个假操作 它是个假操作 那艺术市场还能正常的部分 不能正常的结果就是 结果就很惨了 我就被拉去 我都看一些人的长品了 真假莫变 我在东莞看黄炳红的展览 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就跟研究黄炳红的专家 黄宗秀老先生在一起聊天 黄宗秀老先生说 黄炳红的话是有变防伪标志的 我说什么黄炳红的线点的一般叫黄炳红 我告诉你怎么看线 怎么看点 光讲黄炳红的点就讲了一个小时 现在没论一论的 哦 防伪标志 哦 防伪标志 然后第二天的好玩的时间来了 风管的一些土豪就跑来找他 我就看到他怎么见点黄炳红 王老先生你看我这黄炳红怎么样 我这看黄宗秀的反应 对老人家骑士 很有意思 他说 你那个画 哪里来的 啊啊 钱的一个拍片 拍片的 多少钱 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你说我这真的假的 王老说 如果可以他触手也不触了 哈哈 这什么意思 对啊 这什么意思 这个真的假的 这个对随便人说的吧 真是的 哈哈 第二个进来了 到底是真假的 还搞得最终 哎 这个不错 这个好利用 好利用 那我就跟王老说 哎 我说你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他告诉我一个真理 千万不要说真假 哈哈哈哈 他花了三十几万 你一说假的 他等于是一分钱的不值 嗯 他就气死了 嗯 他不会听啊 我说得很清楚了 这个话 合适的话就触手了 啊 意思就是说 你讲的 假的吗 哈哈 这个话 留下来 留下来 这又是真的吗 嗯 不过人讲真假的 哈哈哈哈 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啊 著名的大画家 他石鲁的儿子石果先生 嗯 在九十年代我跟他家伙很密切啊 啊 当时他第一次去美国很兴奋 是美国的一些常有石鲁的画的哇 哦他在他在北美国都有 有 石鲁的心安老画家是吧 嗯 有名的画家 请他过去的 请他过去的一个目的很重要 我手上有一批石鲁的话 你过来看看真假 嗯 他也信心满怀 我这个老朋友也是个著名艺术家 但是我我过去看我老爹的 你看不看清楚了吗 他出去的过了一会儿 我们见面的回来 哎我说你怎么样 你出去看的效果怎么样 哎呀哎呀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这个没有真假 我说为什么没有真假 他花钱我出去又吃又喝又玩了 我说是假的 不是完蛋了吗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没有真假没有真假 没有真假 我们讨论真假 我们只讨论艺术水平 只讨论艺术水平 哈哈哈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这个这个跟那个什么一样啊 跟啊现在那些照相机 那个照相机的好坏测评是一样的 你不能够说他不好了 因为他提供这个照相机给你进行测评 对啊 所以这个人事件 你要会听才知道这个照相机到底好不好 这个人事件的最坚弱的问题 不要是中间的 是还是不是 真假真假的 你告诉我真的是假的 你告诉我真的是假的 王老先生说 你这个话可以 你这个话可以 stabless就出手了啊 出手了啊 可以出手了 你这个话可以留下来 可以留下来 那你听不出来是你的问题了 这是你的问题 我绝对不能讲 绝对不能讲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市场 一旦有的市场 一定情况 所以我才告诉你 那个问问题的那个热心的评论 严格来讲 尊重市场和事实的话 出道的一种价格 没有资格 凡是有资格的价格 都是新方的贵的 而且 知道在中国 新方我不知道的啊 知道在中国 他一定有两个价 跟你谈的是一个价 这个价的意思就是说 我很厉害 哈哈哈 你真的拿钱过去的 嗯 好说好说 好说好说 咱们试一下 千万不要对外说啊 哈哈哈 所以 一个正常的艺术市场 或者一个 认真的要从事 艺术事业的人 你其实最重要的 考虑的问题是 首先 你能不能做花朗 嗯 第一个 跟什么样的花朗 嗯 嗯 第三个 如果跟上一个好的 又靠谱的话 你就应该长齐和 对 跟它共融 对 共涨 因为只有花朗赚钱 你才能赚钱 对 而且这个还不只是 赚钱的问题 这个还是 跟这个 名气啊 你的积累啊 对 中国现在是乱套 对 本来名气 市场 宣传 公关等等 这些都是花朗 对 对 应该要画廊去找拼命家 对 在中国是艺术家找拼命家 对 画廊找拼命家 画廊就有一套规则跟艺术家交 嗯 对 艺术家接还是不接 对 这是艺术家或者是长家找拼命家 这个政策 对 你说英国著名的 20世纪初的一个大拼命家 摩杰浮来 其实摩杰浮来是个画家 嗯 他画的油画 技术很不错 嗯 他他从来塞上 嗯 他不画画 因为他怎么画画不到架 哈哈哈 其实我刚说我画一个资画象画的还挺好 那塞上的比 没的比 没的比的原因就是塞上片有一种卡的锁器 塞上锁器不是谁都有的 对 但是他很比塞上 嗯 然后有一个大厂家 厂子塞到很多官员 专门让罗杰弗莱来做他的藏品研究 出了很好的报酬 这个罗杰弗莱为了研究这批话 把他的教职去了不要不干了 我就做这个事 认真认真做了几年就出了一本书 这个书中国的著名的教授生语病教授 把他翻译出来的叫塞上的这些作品 6万多到7万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做这些研究 他不跟塞上有关系 是长家有关系 而且长家很认真 是吧 这很正常 就是说一个著名的画廊 他不仅有长家 他还有媒体 他还有跟这个画廊的质量相匹配的批评 理论研究者 他们去寻找 一个艺术家 就像你无法在开车的时候 考虑的定价一样 你也无法考虑这么多公关 对 你就进行你的艺术船 对 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一个好的画廊合作 我觉得很好 当然这几天回到中国的话 如果我们的画廊 自己的品牌卖行这样搞掉了 对 中国怎么办到画廊好久 中国其实也有很成功的画廊 对 对 所以两极分化吧 我觉得 今天的确两极分化的很严重 出名的话再越来越出名 所有大画家 背后都有这个 以画家命名的艺术基金 对 对 特别中国也很多 在798 在上海 有很多这种按照西方模式操作的这种画廊 他就有他的成功原因 好像您说的这种就 画廊也死得很惨 说谈算话 当我看到比如说 真凡志的一段油画 拍到上千万的时候 我心想 打一千万买 哇 这西方可以买很多很精彩吧 哈哈 当然我这样讲 是因为我不懂自己 嗯 嗯 但这个问题是 的确在不断重新 嗯 我不认为有多更多 嗯 那是操作的 嗯 嗯 所以 最正确的回答就是 刚出道的艺术家 最好考虑的是你的创造 对 对 如何去 寻找 如何去辨别 你想好的画面 来做比较长期的 嗯 你没有资格定价 嗯 你一天到晚关心定价 你不会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嗯 如果你就关心人画的能买 那你就想方设法去想这个价格问题 想多了你就会有平衡 嗯 而一个成熟的市场 是画廊 或者社会 来挑选艺术家 嗯 而不可买过来 艺术家去挑选 嗯 嗯 这样才能保证里面艺术的 独特性 嗯 一道要银河 那你还不会做好 嗯 画廊是个商业机构 嗯 我们做画廊 我们就要有一个 我们的趣味标准 都跟我们所针对的瘦度有关系 嗯 对对 都跟我们的市场拓展有关系 对 我觉得很正常 但一个艺术家不能老小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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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別再說一件金屬性